众所周知 月云鹏长着一张大众脸 一张胖乎乎的圆脸 也一直被师兄弟们调侃为大屁股脸 因为脸型月云鹏也是多次登上热搜 全国各地也多出了各种行业的月云鹏分棚 在近日月云鹏再次登上热搜 这一次月云鹏可以说是走出国门 在卡塔尔开幕式中一位观众被网友们所关注 原因就是他的脸非常像月云鹏 月云鹏去卡塔尔看开幕式的词条也是直接冲上了热搜 不少网友纷纷调侃 月云鹏的大众脸声为国际脸了 据悉这位观众也是非常的有爱心 作为球迷还募捐了393万日元 带着受灾的孩子一起去看世界杯 非常的有爱心 不得不说这真是人在家中做 热搜天上来 估计月云鹏都没有想到 要是没有上次热搜的事件 估计月云鹏也会发文出来自黑一下吧 而看到月云鹏一直没有动静 也有不少网友想问月云鹏 最近一段时间干什么去了 怎么没有消息 不知道今年的春晚能不能看到月云鹏的身影 在前几天烧饼和曹赫阳的演出中还杂怪月云鹏 称月云鹏也想演出 但实际情况估计是刚刚从外地回到北京 需要居家一段时间 希望月云鹏能在家中好好创估计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虽然近几年月云鹏的作品不多 但是热度可以说是一直没有下去 许多网友可能在想月云鹏开始不务正业了 纸上综艺捞钱 其实月云鹏在之前的采访中就曾表示遇到了瓶颈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建盟的风格也已经不太适合月云鹏了 月云鹏也在努力地调整自己和提高自己 如今2023年央视春晚在即 希望能在春晚上见到不一样的小月月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